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新的一集節目 為何這麼久沒有節目出街呢? 就是忙忙忙忙到糾塞 原先我想學別人的大師 每晚都有節目出街的 結果發現,哇,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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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at 上個週末,剛剛搞完新生靈漆的口腸訓練營 連續兩天都很突破自己 今班是這麼多界以來最多眼淚的一班 都不知為何變成大清洗 其實如果你的心裡有東西的話 無論是童年,跟父母,跟自己過不去 的確很難會創造到奇蹟給自己 無論如何,我講到這裡 我盡力拍多一點,但也不能勉強 這個快樂筒是什麼一回事呢? 燈燈燈燈 其實不是這麼大 如果我這麼大,很大很大 其實不是很大的 我就找這個快樂筒找了很久的了 我剛才找一些統形 上面有一個洞位可以入錢的 但是我發現我找了淘寶 找了這個Earn Living 都是沒有的 Earn Living曾經有過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坑 因為它要10個嘛 你10個的話,你放了一堆 我很瓦頂的 然後就上淘寶 我發覺都是沒有 只能找到這個 因為我們要10個 所以,很漂亮的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就是 變成你可以做的時候 就是拔出來 拔出來在那裡進去 然後你進去滿了 才是在那裡開了 就拿去 那些慈善機後裏捐了去 那我就幫大家做一些研究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 又做法樂筒這個東西? 其實法樂筒就是 總指法則那邊用開的就是 當你的生意真是認真不好 或者經濟極度手緊 是已經到了危急的狀態 甚至乎已經 好像我以前那樣 是已經欠了幾十萬 欠了幾百萬 就是要撿粒那隻的了 撿都要賺錢來撿那隻 那快樂筒就是 最好的時候出現的了 那快樂筒是怎麼用的呢?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想很極速地 種這個金錢總指的話 是有兩樣東西可以做的 第一樣是什麼呢? 就是連續三十天 每一天去找一個菩薩 即是那些行忒在街上 即是那些行忒者 我們叫他菩薩 因為別人給你種種子 你不能夠叫人做乞丐 或者什麼不可以說的 那你就找每一天 就找十個這些菩薩 那一定是十的 然後就給他錢 那個錢的額反而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給你 你每天找十元 即每一個給一元 那樣 或者每天每人給十元 每天一百元 捐足三千元 但是這個方法比較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不是每天都可以找到十個這些菩薩 旺角很少的 除非你去深水埗 深水埗可能比較多的 但是你如果每天都要找十個的話 其實有點難度的 OK? 所以快樂孔 就是第二個好方法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選十個機構 我就幫大家穩定一些 譬如說你十個機構 而有六個的話 就應該預留給你的爸爸 你的媽媽 你的媽 你的爺 你的阿公 你的阿婆 但是譬如我的個案 譬如我六位都走了 爸媽 爺 阿公 阿婆 都走了 這樣 變成了十個可能都是慈善機構 然後有些就是 我曾經有個同學 是個poly同學 我最患懶的時候 他幫過我的 然後就是 因為你不能夠 捐給慈善機構 但是你不益自己人的 如果你說 我爸媽都走了 這樣就 都有很多方法做的 我之前選過很多次 譬如我選過奧比斯 選過這個無國界醫生 選過 現在還有捐給的 就是這個Vipassana 就是這個十日禁語形 還有這個Hong Kong Cancer Fund 就是癌症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然後 我另外有個朋友 我是贊助他500元 每個月 為什麼會贊助我朋友呢 因為他是傳導人 他要養家 他就想全職傳導 如果我有景的話 就每個月贊助他 所以現在每個月贊助他500元 也曾經贊助過自在社 不用說了 你怎麼選擇呢 你看一下 如果你說 我想種一間屋 我想種一個比較好的居住地方 你可以選擇這個 露宿者之家 它好像叫基督教協會 基督教什麼什麼 就是露宿者之家 和無家者協會 這兩間我都有捐開的 或者是麥當勞那些 那些是 關於提供一些地方被人住的 我都有捐的 所以有兩個範疇 是無論我多沒景 天都待我不當的 第一就是 昨天放假 這個公眾假期 就在家沒有出街 因為很多工作 最近忙到我真是糾菜 我昨天全約在家 本來兩月到街 游一下水 都沒有去 狂休息 然後狂看電影 已經很多個月 沒有認真地看電影 家裡沒東西吃 沒東西吃又怎樣 就有些菜 就做了個鮑魚 總之 我這一生人 上天對我不博了 講到吃 你看看我這樣圓圓運運 另一件事就是住 無論我發覺自己多沒景 是經常會有人招呼 有人招待我 還有說 可以用到很少的錢 去租到很大的地方 譬如說 我當年在油麻地的時候 我的Flatma 是三千八元租個房子 其實房子只有八十尺 但是因為它經常不在家 所以整間屋是外用的 這間屋的面積有四百五十尺 那四百五十尺 其實已經是一個Family 一家四口在這裡住 所以 如果你說 譬如我是單身的 我也想找到一個盤 如果你是男士的話 可能你可以助養一個女生的孤兒 如果你是女士的話 你可以助養一個男士的孤兒 那又怎樣呢 譬如拿著這個法樂筒 假設這個本身是用來做親子教育的 然後我放在十個桶裡 譬如每一個我入五元 或者每一個入十元 然後就拿著你的十元 然後就功功敬敬地進去 譬如說 當時我爸爸 我是有一個快樂筒給他的 我簡直有一個錢箱給他的 就是每一次 我就說真的 就不會天天的 哪個真實個案 哪可以天天做到 但是我呢 就會是 譬如我一記得 我就會拿個十元 或者二十元 就進去他的那個 法樂筒那裡 然後就是 祝福爸爸 就是吃得、行得、睡得、餓得 然後就是 喜歡去哪裏旅行也可以 然後跟他現在 就是他 就是我爸爸過身 是不是 就跟他的老婆很好 兩個兒子很照顧他 生活愉快 我每次都說這句話 而事實上 到我爸爸真的走的時候 他都真的享盡人間的 他從來都不乏有人照顧他 那你明白嗎 然後這些快樂筒 到你譬如說你儲到去 都濕到滿滿的 然後你就可以拿去哪裏 最好的做法 就是拿去 譬如說老叔姐之家 毛家仔會 我們就直接拿去你的辦公室 然後你記住 人家是不收錢的 有很多地方不收錢的 最好的方法 是真的拿上去的 但是因為這些地方是NGO 通常他不會收現金的 然後你可以上去之後 就是給他一個報告 然後問他一個報告 然後買單 蛋撻上去 跟他的員工聊天 問候一下 這樣 而這樣的覆佈是最大的 當然如果我叫你每一天 都要入十元 十元 十次 第一你未必有這麼多 然後第二就是 每一個月都要去十個地方上去的話 其實說真的 不是那麼多人做到 盡量 再不是的話 就像我們這樣 就是自動轉帳 自動轉帳 在這麼多方法裡面 是最麻麻的方法來的 為什麼呢 沒有感覺 有天就收到一張 就是癌症這個基金會 是一個感謝狀 原來我是捐 不太多的 200元 200元 原來我捐了七年 捐了七年 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就浪費了 為什麼呢 當然我善款不會浪費的 而是浪費了一個機會 做咖啡 meditation 還有Vipassana 我也是從2016年捐到現在 都已經八年了 其實這些是很好用來做咖啡 meditation OK 上個星期 連續兩次的讀書會 星期二讀書會 和星期四夜晚讀書會 都是非常非常正的 非常地鼓勵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就來sit in我們的讀書會 如果你是從來未來過的話 第一次來是免費的 如果你是救生的話 就是99元一次而已 當然不可以進入我們的群組 也不可以有錄影的錄音 99元純粹是你來參加的 那是超級無敵地開心 超級無敵地好玩的讀書會 OK 話說我聽過幾個故事 一個就是我們以前的年代 總之發生 有人就是公司虧大錢 虧到貪貪腰 老闆是走賣老 公司欠下四百萬債 我想問問你 如果你老闆走了 剩下你是最高級的 然後告訴你 現在有四百萬的負債 你會怎樣 我想99%的人都會走 走老 OK 這些故事有幾個 一個就是以前的亞市 大家可能聽過這個案子 現在我說的是什麼呢 當年這個種子人沒有走 他的做法就是用十個法律筒 去種這個種子 還有是什麼呢 是每一次賺到錢的 就不是馬上還債了 每一次賺到錢 就請同事吃下午茶 OK 然後再賺到少少少錢 就當然出糧給你 很重要 然後就還債還債 然後去到最後 他全部債還債 兼顧將公司起死回生 然後在網上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要跟上YouTube 有一個叫張琪老師 是一位女士 他也是遇過相同的個案 就是老闆走老 然後公司留下一大堆債務給他們 其實 撿了他就是了 但是他就選擇留下 還債公司的債務 所以去到今時今日 為什麼張琪是張琪 所以就是這樣 那我就不是說 如果你公司欠債 你要幫忙還 不一定的 如果你夠撲的話 那你都要人上人 真的沒話說了 好 今天短短的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 訂閱 按鐘仔 留言鼓勵 轉載連結給你朋友 我們這個月底 就會有這個 全方位360銷售訓練營 如果你本身已經在做銷售 直銷 非常歡迎你 是非常好用 非常有用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 30招的closing technique 怎樣close 這個是對任何人都是很有用的 有興趣的話 就在YouTube下面的資料庫 就可以Whatsapp Amanda 給你資料 好 講到這裡 祝大家零相合一 萬事大吉 拜拜